郭正亮亮哥其实也讲了 他刚刚的节目上还讲 他说99%他认为郭董没机会了 还有波基黄明在脸书上发文 里面有特别提到说 但也很难说 会不会因为郭董的刺激 反而有利于在野整合 那在就是在郭董刺激之下 会起了意想不到的化学效应 反而成为在野成功整合的催化剂 也不一定 那事实上这个论点 其实从一开始 郭台铭蠢蠢欲动 想要加入战局之初 亮哥郭正亮其实也有提过 那包括了在昨天 吴子嘉董长的分析到最后 他说会不会就是因为郭台铭的因素 反而有利于非律整合 董哥 当然也有 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 让大家觉得说很危险 反而更厌意 那另外一个也看清了 郭董的面目 就是说你就是 你要来成为四角都的这个人 你显然就是用意在帮民进党嘛 就是那可能会有一些同桌敌开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讲 这种整合的话 他当然困难度很高 也有各种形式 这些都要到很后半段 才有办法去做 对 现在没办法 现在讲的话你就没有士气了 那其实因为你也要看清楚 很多人讲了 譬如说刚刚汉廷讲很多话 我是不同意的 他讲我们跟那个白云有什么要合 那我不是说反对跟柯文哲合不合 而是柯文哲讲的话也一向是不算话 柯文哲说九二共识就是下跪 请问你们南营有人能接受吗 对不对 这他讲的话啊 柯文哲说陈水扁没有贪污是政治烟疫啊 是北京叫马很久把陈水扁抓起来的 上个月柯文哲还跑去找陈水扁 还合照 还在那边讲东讲西 对不对 大家都看到那一幕了 那你今天 你今天有时候 柯文哲跟你蓝营的主张是一样 我完全没办法接受啊 就是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要抢蓝营的票 他当然讲蓝营的话 那可是这不是政治 正式的政治主张 不是他心里真正想的嘛 因为柯文哲本来反 反覆来反覆去 这是一项的 大家记得两个月前 立法院发生哪一幕 他们台湾民众党的吴欣宁 去投票给民进党的召集人 他那时候申怀 不是他请产假 他跟立法院请产假 特地为了投这一票跑回去投耶 那请问一下你台湾民众党 你不是 柯文哲不是说每天 每天讲说 民进党怎么修理你怎么样 你跟他好像死对头怎么样 怎么到立法院真的要投票 你就投他呢 这个前党也没有任何人谴责 也没有人说这个不可以 那你最后是怎么样 你到底是跟谁合 对不对 所以我讲说 有些事情你要把它看清楚 今天不是有个人当面跟你 讲几句漂亮的话 那种人叫做渣男啊 懂不懂 他就跟你讲漂亮的话 可是下来不是这样啊 那你说 等你跟他合了以后 你再来后悔 再来抢天护地 那是没有用的 你在合之前就要看清楚 不是说我们不能跟谁合 跟民进党合也可以啊 民进党只要赞成九二公司 我也要投他啊 是不是就这样讲嘛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要合没关系 要等比较后面 大家再来看情况怎么样 然后看你内心 有哪些东西 大家先把它讲清楚嘛 过去柯文哲是反胡贸 大家都知道啊 不管他做了多少否认 他就是反胡贸 不是反黑箱 这个大家都清楚 所有电视台那时候 都有这些录影带嘛 他手讲的话 但是我不是讲说 柯文哲很差很烂 我想说 他有他的政治实力 那今天政治实力的话 因为我们看的东西 都是看民调 台湾的民调 是民进党在掌控 你知道吗 这些年来都一直是 过去的选举 没有像这一届 用民调在掌控选举 这么严重 上一届已经很严重了 上一届我就公开讲 我说国民党 做五加民调 怎么可能 韩国瑜的民调是百分之 五加平均哦 韩国瑜是47.7 跟他对手的互比 蔡英文是15.8 怎么可能啊 民进党在烂 不可能是这个数字啊 那表示什么 表示这个民调 民调是民进党在掌控嘛 对不对 里面 我们所认知的 民进党至少30吧 那他怎么会只有15.8 他有15去投韩国瑜了嘛 他就是要掌控 我要让韩国瑜 我觉得韩国瑜比他好打 因为他刚刚当讲高雄市 他已经有他那样的思考嘛 我讲就是 那这一届的民调掌控更严重 因为我们从蔡英文当选总统以来 台湾至少成立的民调公司多了三分之二以上 所以这些民调公司你都没听过了 突然有哪些媒体也在民调 哪里也在民调 然后出来的话 就一直在呈现的是某个数字 那有些老牌的民调公司 他也会受这样的影响 为什么 因为你去民调民进党的那些 他也会接到电话啊 所以他也是在做操控 他把他的民进党的支持者 散布在民间 你做任何民调 都会被民进党操控 这是今年选举 跟过去特别不一样的 所以董哥 那韩国瑜的老三民调 你觉得是有被低估了 是 当然是啊 那时候谢龙介 谢龙介期限选举是多少 14耶 票投出来是多少 40几耶 这不是美立导民调吗 那你说美立导作假 我也不觉得 但是人家会 人家他会跟你操控 就说谢龙介已经不行到这种地步了 那票投出来不是啊 所以我说 今年这一次的选举 跟过去的截然不一样 因为过去网路占很大的力量 这次网路力量仍然很大 可是这一次的选举 跟过去最大的不一样是 这一次的民调 积极的介入 那我今天是一家默默无名的民调公司 我今天弄出一个民调 不管真或假我出来 我丢给每一家媒体 每一家媒体都会报道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要 用新闻的量太大了 我们自己在这一行嘛 现在很多媒体最主要还是网路媒体 我每天要供应的稿子太多了 你谁给我 我只要说是哪一家民调是什么数字 我一定会登 我不会去问 每一家都一样 那你登出来就 哇 每一家都报道 铺天盖地 很多人看到了 现在侯永远一直是第三 对不对 那你过几天又有人做民调了 你也会受干扰 我告诉你 这一次的选举 民调非常影响 而且用民调在操控选举的手法 非常的清晰 那这是过去所没有碰过的 好 回过头来来看到了 关于这个郭台铭最近的这个蠢蠢欲动 那包括了这个纽泽勋教授 他说郭台铭其实已经有几个策略考量 他想要达到一箭四雕的目的 也就是先号召支持者归队再创造议题 以及想和国民党分庭抗礼 增加声量可以和蓝白博弈叫板的筹码 他说如果非律阵营没有办法协调一组人参选 无法达到精确气宝的结果 那么最后就是保送赖清德当选了 好 可是说到这个非律整合 我们看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 所有非律的朋友要共组在野大联盟 未来国民党重返执政之后 还要与大家建立一个和平安定公平正义的执政大联盟 好 朱立伦抛出了执政大联盟之后 我们看看柯文哲怎么接球 他说这个合作要讲求价值政策理念相合 而不是权位的分配 这方面的讨论应该要再多一点 要是这个环节不解决 是很难得到台湾人民的支持的 不过的确现在你说讲非律整合 其实感觉有点难 谁来做 谁来整合 谁来突破困局 浅秋 对不起 刚刚我忍不住想要再那个跟董哥稍微交流一下好吗 你知道 因为如果说民调都是全部操控的话 那当然是指说一些新的民调公司 像比方说民进党好吧 党内初选 那民党的陈松山 之前扁办主任他就公开讲过说 哇 民党候选人很忙 忙着再买民调公司 各种整并新成立的民调数字 然后再加以为自己的选情 做适宜自己的民调 那重点是当初选的机制里头 是有候选人自己同意的民调公司 一起来做调查 那可是其实像我知道 在国民党内的这个民调公司 都是大的民调公司 不管世新 什么盖洛普 或者是说TVBS什么 你如果跟他们说 你们都是被操控 或者是有特别被民进党给介入的话 他们可能都会跳起来 不会 我都跟他们讲过 他们同意 我都讲过 他们同意喔 同意五年前那五家 我亮给各位听啦 TVBS 联合报 因为你听起来就跟金普多 那个理论是一样的嘛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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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一家世新 还有前方卫 还有全国公信力这五家 问过啊 他们说现在就是做民调 真的就是会这样 这很大的困扰 因为现在民调有两个困扰 抽样数字的问题嘛 他就是 怎么用操控 民党操控的 他的支持者会去干扰 他就是支持者干扰 干扰是难免啦 他真的要全面操控 干扰的量很大啦 我主要讲就是这样 就是今年的选举跟过去很大不一样 就是民调一直在 那民调公司特别多 譬如说我们现在看了这些民调公司 四年前都没有啊 对不对 你现在看了这些民调公司 四年前都没有 那不要讲七年前蔡英文刚刚当写的时候 那时候更少 所以现在的民调就是 就是他们会用很多很多他们的支持者 在里面操控 就是说我故意去投谁 要不然像钱就是韩国瑜的爱将 你想想看韩国瑜47.7 我同意 蔡英文可能15.8吗 不可能嘛 这个数字 绝对没有人会相信蔡英文只有15.8的支持度 就在民调里面 所以你要 如果是党内初选阶段 时间点 不是 那个时间点对民进党也很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公布那天是7月15号 那我们民调是7月15号前几天做 反送中是6月的 所以对民进党不会不好 其实我所有的 我从那时候我就在思考 为什么这几人的选举差别那么大 我其实很平和的在讲 就是说那当然现在的情况 会对活有余非常不利 但是你要看整个情况 就是说要想方去突破 因为金普通这一方面也是专家 那你自己要去 你自己专家你要怎么去破解 或者哪一些东西去做一些提振 这就是他的责任啊 检究对不起 没问题 因为我要讲的事情上 你知道在切隆介选台南的时候 最精准的民调是哪一个吗 最符合最后选举得票结果是哪一个吗 是林传媒 网络民调 林传媒是纯网络民调 大家觉得网络民调最不可信 所以没有参考价值 他也不算民调 可是他是最精准 这怎么说呢 那其实基本上是大的民调公司 可能有一些民意可能被干扰 但其实基本上这个采样啊 过程的你说要拿多少钱去买 那是不可能的啦 好啦那重点在于说 那这样的数字 来作为依据提出来的候选 到底是不是值得参考 会影响民意啊 会影响投票行为啊 那如果真的是完全不可以参考 那全球都不用再做民调了嘛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蛀棉因子 難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海田家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維生素K 維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四十五双炎 紫黑熊全校克菌 一遍 就把下火刀器做成功 技术 大像是肉 大像是人骨 浇尔拇归